代马西控股投资加密货币平台FTX所蒙受的3亿7千多万元损失 不会影响对国家储备净投资回报贡献 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旋才也表示 根据政府评估 平台倒闭对我国广泛的金融体系和经济所造成的溢出影响非常有限 FTX倒闭震惊全球加密货币市场 多名议员针对事件在国会提问 黄旋才答复时表示 本地国家储备净投资回报贡献 并非受个别的单一投资项目影响 而是同整体预期的长期回报相关 不过黄旋才也说 FTX事件的确令人失望 相关问题也应该被证实 代马西意识到这一点 并已经发表声明 解释进行尽职调查的过程和投资原因 代马西也展开了由独立团队领导的内部审查 以改进投资程序总结经验 黄旋才表示 新科技在改变跨境支付 贸易和结算 以及资本市场活动具有潜力 政府支持数码资产的创新 但他也强调 我国并不打算成为加密货币活动中心 但会继续负责任的 推动数码创新的实际应用 黄旋才表示 精管局计划针对在本地注册的数码付款代币服务商 推出一些基本措施来保障投资者 精管局将在收集反馈后 落实相关提案和监管措施